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有位师兄呢 提了一个问题 基督教的上帝是众生之一 那也是六道之中的天道 和我们华人所推崇的玉皇大帝 四面佛大凡天王有何差别呢 他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 尤其是我们所说的玉皇大帝 很多人认为玉皇大帝就是长生不老的 可以不死的 关于玉皇大帝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即使是玉皇大帝 还是在天道 终究是不究竟的 没有了脱生死的 所以还是要再轮回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做玉皇大帝就真的好吗 看看历代玉皇大帝的轮回史 就解开了这位师兄的谜团 也可以说解开很多人的谜团 我们现在呢先科普一下 33天是玉界的第二层天 也叫刀利天 刀利天的天人寿命一千岁 一日当人间百岁 佛母摩耶夫人命中后登陆此天 33天天主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玉皇大帝 也叫第四天 一个日月一个须弥山一个四天下 这为一个小世界 聚集一千个日月一千个须弥山一千个四天下 这就成为一个小千世界 集一个小千世界 这是中千世界 而一个大千世界是由一千个中千世界所聚集而成的 因为三遍延迁 所以我们叫三千大千世界 下面呢是一个小世界的示意图 刀利天 刀利33天 就是在须弥山之上 听起来非常绕口 大家呢 如果不明白 就多看几遍 那么33天的天主 是以什么样的因缘做的天王 做完天主之后 又轮回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内容 释迦摩尼佛在正法念处经有说明 最初的第四天叫安舒摩 做完天主之后 因为福享尽了 就生在大海做了一条大鱼 原来他在做天地之前是渔夫 常常杀鱼 也常礼佛 因为礼佛的业 所以生了33天 做了第四王 因为杀生的缘故 所以去了海里做鱼 主要因为有鱼业未了的关系 所以生到了畜生岛 第二个 第四天叫三福提 以前做人的时候 做过善业 常给病人食物 或者以清净心供养 给比丘食物 因为这个善业的关系 此后生天做了第四天 后来做天主享福尽以后 余业是不善业的关系 所以做了蜥蜴虫 因为他前世曾经 邪心行外道斋 杀了蜥蜴虫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先是生在了地狱 后来就去做了蜥蜴 第三个 第四叫做波罗家舍 因为孝顺供养父母 在父母看病的时候 常来看望守护 因为这个缘故 做了帝氏天王 后来善业尽了 从天上退下来 生到了恶鬼道里 原因是在前世 饥荒的时候 自己多储存粮食 然后贵卖给老百姓 而且心里想 要是以后饥荒 更厉害了 我就能发更多的钱财了 由于这个恶业 从天宫报尽 先是到了黑神地狱 然后地狱罪响尽之后 又生到了恶鬼道 第四席是从天主退下来以后 先后是生活在地狱中 后又投了诸身 原因是他前世 以怜悯心给波罗门要 因为这个善业做了天主 但是他前世 常常打猎 或者杀鹿 或者杀猪 所以天福享尽了以后 福尽苦来 就堕了地狱 又生在了畜生的 第五位第四 叫善业 他以前 见到他人要杀这头狮子 他就救了下来 以这个怜悯心领回家多日供养饮食 因为这个缘故做了天王 但是后来因为在王仲中造了妄语的业 所以从天主退下来之后 堕入了焦热大地狱中 这部经讲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是一些夜魔天人 在佛塔内观看这个各种因缘的景象 他们看到了乔世家 乔世家是因为前生 曾设大斋会 所以生作了天主 从天上退了之后呢 生于到了人间 又生到了天上 像这样七次返回 没有见到第八次牲畜 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稀有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将要退堕的时候呢 到释迦牟尼佛处求法 释迦牟尼佛为他讲法 令他正了虚脱还果 也就是出果 正果成了圣人 也就是不再堕入恶道了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大家可见 这个修行佛法 求生西方 超凡路胜 了托生死 才是究竟的解脱 如果是只做善业 为求五欲快乐 那在天福享尽以后 还是要堕落的 如此光辉的天主 和地狱恶鬼畜生等到 也只是转瞬之间的事情 另外呢 也像宣话上人所说的 吃苦就是疗苦 享福就是在消福 一点都不假 希望在这里呢 也能解答了很多同修的问题 就是即使我们真的升到了天道 做了天王 也是不究竟的 最终还是要堕落的 希望大家内心都能意识到 我们的人生来之不易 只有我们在得人生的时候 我们才有缘能接触到佛法 真正的能修行 断恶修善 念着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让我们了托生死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轮回真的是太危险了 其实我们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 都是在造恶业的 一切的生死面前 对我们来讲都太渺小了 就是在瞬间呼吸之间 今生一定要发菩提心 精进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了托生死 不要再六道轮回 不要有任何的留恋 不然真的不知道 轮回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得到解脱 所以希望能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 都切记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不夹杂 不怀疑 一心专念 每个人都可以成就 往生西方净土 好了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